下室 哎呀 老闆啊 哇 你在嘴巴裹的 哇 好香啊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手上的 還有蘑菇嗎 據我所知 好像DC還沒有發展 哎呀 我就不在DC吃的 我一次去东方那边旅行 吃完一碟蘑菇 切开之后里面是蓝色的 吃完之后 我的世界好像扩阔了视野 看什么都是蓝色 整个人很开心 我那次吃得太开心了 我一吃不止吃了一碟 我足足吃了四碟 非常之好吃 所以我就迷上了吃这种蘑菇的感觉 我看你吸收这些看上去好像不错 但是你有没有蘑菇卖的吗 我都听过一个新闻 什么叫建守车 我们这些投胎女子党 当然想全美山河一片蓝 你真是知道我这莫弱老板 你看你的头 难道你是荷兰 你来到这里开店 我真是很开心 不过你除了这个蘑菇之外 你有没有其他可以推介的东西 让我试一下 掌握以前的荷兰 那些所谓的进步东西 现在都已经倒退了不少了 不过不要緊 我相信像我这样 看到现在整个美国的江山都是一片蓝 放心 我和你保证美国之后 就算那个金法佬来到 我们这里纽约 或者这个华盛顿 都是蓝的 永远都是蓝的 真是 如果我们连楼或DC都变红 那又可以去加拿大 加拿大都不错 有时我吃吃吃 上面的枫叶 都变成了 你们现在吃的叶 真是很开心 有时去到那里 有时去到那里 为何坐在那里 路灯永远都不会转 直到警察就跟我说 其实路灯不是路灯 那只是街灯 真的 有时坐在那里等转灯 等了一整天 真是很开心 真的要扩阔对交通讯号的想像 真的 还有对公共空间的想像 我试过 有时吃了那些蓝蘑菇之后 就在街上 没什么 就看着风景 原本都以为那些蓝蘑菇 没有了道 直至有一只雀飞来跟我说 我去试试蘑菇 真的 听说 那只剑叢星吃到 有迷幻作用的案例 有些人的眼睛出现重影 或者看见这个小人 当然应该不是东方那种 所谓的事 那种小人 不知道是什么小人 是否好像 现在重拍白雪公主那些小艺人 还是五下一区的小灰人 你不要胡说 这些是国家秘密 莫非你也知道 哎呀哎呀哎呀 都是因为你的烟 弄得我又不跟你说这么多 你不要蘑菇我去下一间 唉真是 我先走了走 先休息